大雪翻飞,冬季的北海道,冥想的汽笛打破了雪原的寂静,一辆蒸汽机车划过雪木,向前驶去。 车上的铁道员面容坚毅,清晰有力地发出讯号正常的指示,引导着火车的行进。 这位名叫佐藤以松的铁道员已经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而如今他即将面临生涯的终结。 黄武站,一个位于日本北部的边缘小站,由于盛产煤矿,这里曾经颇为热闹,大量工人聚集在附近,形成了市镇,有着一片热火朝天升级薄薄的景象。 但跟很多依赖自然资源发展的地区一样,伴随着煤矿资源的日益酷竭,人口不断外流,曾经热闹的景象不复,只剩下冬雪冰风的一片沉寂。 而连通外界的黄武车站,由于门口罗雀,也即将关闭。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大惊,毕竟树已死,仍挪活。 伴随本地经济衰落,他们已经准备外出列谋深路。 但对于佐藤以松而言,这却是个不可能的选择。 以松是个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铁路的男人,从他的父辈开始,他们家就投身于铁道事业。 而以松也是自小就立下了当铁道员的愿望。 而他也相当正气,年轻时就被任命为荒芜家的站长。 但从那之后,命运就在未眷顾过他。 先是他的女儿雪子,年幼时就因病早药。 而他的妻子靖芝也在两年前积劳成疾,杀手任患。 作为一名科技之手的铁道员,以松并未因妻子和女儿的病情而放下工作。 在女儿病危时,他将妻子送上了列车,指挥着铁路调度,目送着母女二人远去。 在妻子躺在病床上时,他依然坚守岗位,认真而勤勉地记录着火车隐形的状况。 因此在家人去世时,他都未能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甚至在得知他们的死讯时,以松也强烈着没有流下半滴眼泪。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为国家服务的铁道员,不可以为自己的私事而流泪。 能表露他悲伤的,唯有那指挥调度的口哨声,在车站上空,久久回到。 转眼之间,又是一年新年到。 在忍然的时光中,以松慢慢从青年变成了老年。 这其中的每一年,他都是在荒雾站渡过的。 然而即便以松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时光依然改变了很多东西。 如今的他已经失去了家庭,又即将失去自己付出一生的事业。 眼前的这个新年,显得格外冷清。 还好在这个阴霉的冬日里,有两个人依然给他带来了温暖。 一位是白天他在铁路上掺血时遇到的一位小女孩。 这个即将上一年级的小不点,似乎对火车十分喜爱。 一路在铁路上蹦蹦跳跳,还模仿以松调度的首饰。 像模像样地对着空气,指挥着火车的行径。 看着女孩的姿势,一向严肃的以松也不禁展颜一笑。 大概正是因为这些朝气蓬勃的下一代,他才有动力进进一夜一辈子吧。 第二个给以松带来温暖的,是他的故交好友,山普仙次。 仙次是他几十年的老乡时,如今是隔壁美济站的站长,同样面临着退休。 但与以松尴尬的处境不同,仙次早就被安排好了工作。 他的儿子殷夫在铁道部门也关运很通,天年还让他抱上了顺子,家庭事业都颇为美满。 自家的热闹让他想起了以松的古迹。 两相应沉之下,总觉得心里对旧友过意不去。 因此,在新年之际,他重回皇屋,带着礼物给旧友拜年来了。 这次到访,仙次除了来看望好友,还想给他提供一个新的工作机会。 仙次即将到附近的一个旅游度假区工作,那里有他的熟人,可以托人情帮以松也安排一个职务。 对于没有找到下家的以松来说,这是个不错的机会。 然而他却依旧沉默着,没有表态。 仙次看着以松这般反应,并不感到意外。 他知道好友的脾气,以松身为铁路人的自尊,让他不愿去别的地方立谋生路。 但事实已在眼前。 等皇武战撤销之后,以松不仅会失去工作,甚至眼下的职工宿舍都没法再待下去。 于公于私,仙次都不忍看着这个逝去家人,为国家奉献一切的铁路人,晚年落个无处可去的下场。 以松不表态,仙次一直不离开。 两个人沉默着,相互对应直到大半夜,彼此也都有了些醉意。 眼看仙次铭顶大醉,已经喝得东倒西歪。 以松决定扶他睡下。 然而仙次虽然酒醉,心却不醉。 他抓着以松的衣领,说了句桃心窝子的话。 以松,就当再帮我一个忙,我想接着跟你工作下去。 在漫长的铁路生涯中,以松究竟帮过自己多少次忙,显次已经记不清了。 往昔的真容岁月浮现眼前,显次想起自己刚走上岗位,还是个菜鸟的时候。 曾经在隧道里被火车头喷出的浓烟和瓦斯呛得差点背过气去。 是靠以松的勉力和抢救,才勉强保住了性命。 那个时候的日子虽然苦,但他们身为铁路工人却充满自豪。 在日本右翼运动高涨的时期, 以松和仙次还组织过轰轰烈烈烈的罢工运动, 高唱国际歌,为劳动人民的权益而斗争。 在组织罢工运动的同时, 他们也秉持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为去外地工作实习的学生们提供便利, 义务送他们前往东京。 为了向这些有志千年表达敬意, 以松拉响汽笛, 那真正后鸣是勇气和荣耀的赞歌。 以松回过神来, 回头望上仙次, 他已经躺在地上睡着了。 曾经的以松和仙次都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 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世界。 而他们终于还是平凡的老去, 如今在这里的, 只有两个即将退休的老头罢了。 想到这里, 以松不禁叹了口气, 此时门外传来一个清脆的铜声, 打断了他的消沉。 站长先生, 站长先生。 以松抬头一看, 发现一个小女孩在外面招呼着他。 冰天雪地的天气, 以松赶忙把他请进了屋。 女孩没有报自己的名字, 只说自己丢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要过来认领。 以松想起自己白天在铁路上看到的那个小娃娃, 他刚好丢了一个人偶。 以松觉得, 这位大概是白天那个女孩的姐姐, 便把人偶还给了他。 女孩找回事物后, 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借以松这里上了个厕所。 途中他把人偶交给了以松保管。 在近距离的端详下, 以松发觉, 手里的人偶有点眼熟, 跟当年自己给女儿雪子买的娃娃十分想象。 自己跟静芝结婚十年, 才有了这么一个孩子, 自然是万分疼爱。 在女儿刚出生时, 以松就买了个女儿节人偶送给他, 希望给他带来好运。 可惜没想到, 孩子还是早早要折了。 女孩欢快的声音打断了以松的思绪。 看着眼前的这个女孩, 以松觉得颇有几分亲切, 便带她回屋拿了杯热饮喝。 女孩没光顾着吃毒食, 还想请站长先生一起喝, 却被以松摇头拒绝了。 看着眼前的伯伯这般俱警, 少女心胜一记, 让以松把眼睛闭上, 自己要给她一个惊喜。 以松听话地闭上眼睛, 没想到被小姑娘抓住机会, 直接嘴对嘴地喂了她一口。 惊得以松脸色都变了。 女孩没给以松训斥自己的机会, 笑嘻嘻地跑开了。 临走前还打个招呼, 自己明天再来。 女孩走得匆忙, 人偶又给娜娜忘了拿。 以松本想出声提醒, 但奈何女孩眨眼就没应了。 这么一番折腾, 把还在睡觉的仙次从梦中进行了。 她听了以松的解释后, 相当不以为然。 都凌晨一点了, 哪家的小孩子这个时候出来闲逛, 你是做梦了, 还是遇见学女了。 此时仙次酒醒了一半, 在长夜漫漫中, 又跟以松捞起了往事。 两个老头现在都是风筑残年, 但在当年的黄武, 他们却都是治安的维护者。 一爽铁拳, 不知道制服了多少闹事的工人。 有一次, 有个从外地过来讨生活的工人, 因为害怕被开除, 不肯参与罢工。 在酒馆里被工友给围了起来, 得亏以松和仙次出手相助。 加上酒馆的老板娘维持秩序, 才没惹出大事。 这个工人生活破位不顺, 在九州时, 老婆带着女儿跑了, 自己只有带着儿子敏航来北海道逃生活。 由于爸爸经常喝得酩酊大醉, 儿子敏航打小就颇为懂事, 知道照料自己的父亲。 然而麻省专挑戏出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在不久后的一次旷难中, 敏航的父亲就意外身亡了。 眼看这么小的孩子就成了孤儿, 而自己又刚好膝下屋子。 以松跟静芝商量后, 准备收养敏航。 孩子跟大人相处得很好, 手续也很顺利。 然而静芝此时却查出身患绝症, 将不久于认识。 图文二号的静芝没有背春上秋, 只是担心起了敏航的情况。 孩子年纪还小, 正是需要母亲关爱的时候。 考虑到这一层, 以松跟静芝便忍痛割爱, 叫敏航寄给了酒馆的老板娘。 敏航虽然失去了血亲, 但在身边叔叔阿姨的照顾下, 并没有缺少半天关爱。 而敏航自己也相当正气, 成长成了一个优秀的青年。 在前几年的时候, 学业有成的敏航 申请到了意大利的留学资格, 准备去波伦亚学习异餐。 看着孩子这么有出息, 敏航和静芝在欣慰之余 也感到了振振不舍。 当时一群人在屋下 为敏航干杯庆祝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只是如今却以人去楼空, 去中人散。 漫长的一夜过去, 到了清晨, 仙慈跟一宋一起给静芝上了份, 仙慈知道, 以宋一时无法被说服, 但他还是告诉以宋不要担心, 不仅自己在为以宋考虑出路, 他的妻子也在帮以宋操心, 现在已经帮他在酒店 多安排好了房子。 等以宋想通了, 过来工作, 直接入住就可以了。 仙慈一边说着, 一边撇开了墓碑上的积雪, 却赫然发现, 以宋已经把自己的名字 刻了上去。 仙慈一愣, 心情再次沉重了起来, 看来无论自己怎么安排, 以宋已经为自己决定好归处了。 给妻子烧完纸, 以宋准备送仙慈回去了。 在途中, 两人遇到了赶回来过年的敏航, 此生的敏航已经从意大利学成归来, 准备在附近开一家意识餐馆, 或许是受到了以宋的影响, 敏航给自己的餐馆起名叫 库克莫提瓦, 是意大利语中火车头的意思。 敏航一边介绍, 一边表达了对以宋夫妇 一直照顾自己的谢意。 以宋只淡淡地说了句, 没什么。 尽管为养育敏航出了不少力, 但他并不以此鞠躬。 离别的火车到了, 望着这个熟悉的火车头, 仙慈感叹, 这个老古董是昭和三二年的产物, 现在差不多可以放进博物馆。 以宋笑笑, 自己差不多也到该进博物馆的时候了。 听了以宋这句略显低沉的牢骚, 仙慈哈哈大笑, 再次热情拥抱了好友, 说等他的消息。 该说的已经说了, 仙慈没再啰嗦什么, 只是隔着车窗跟以宋敬了个礼。 微笑着到了别, 以宋也隔空给他回了一个。 看着熟悉的场景, 听着熟悉的信号, 民航显得有些恍惚。 时光匆匆流逝, 故乡已经改变了许多, 很多自己从小就习以为常的场景, 可能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回到车站, 以宋接到了仙慈的儿子殷夫的电话。 殷夫现在在铁道部门已经是部门主管, 但他依然不忘在新年的时候问候以宋, 只是他在半年的同时, 也带来一个尴尬的消息。 由于客流量过少, 黄武站即将提前关闭了。 而他这些日子, 一直帮以宋打听职务调动的机会, 却一无所获。 以宋打断了殷夫, 直直吾吾地道歉, 以一名老铁道人的尊严, 简单干脆地做出了回复。 自己能继承父亲的梦想, 作为一名铁道员而终老, 已经心满意足了, 不必再为他的事情费心。 而殷夫作为铁道部门的一份子, 此刻也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 殷夫慢慢放下了电话, 望着窗外漫天的飞雪, 感到正正愧疚和无奈。 另一边的以宋挂的电话, 独自走上了铁柜。 望着漫天的飞雪, 又想起了过去。 当年就是在这漫天的飞雪里, 静芝告诉了他怀孕的消息。 结婚十年, 终于为他怀上了孩子。 静芝显得比以宋还要高兴。 一边笑, 一边哭地扑进了他的怀里。 如今静芝跟雪子, 都已长眠, 自己的人生也即将走到尽头。 在这空气的铁道上, 以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本以为终于只剩自己一个人。 但等以宋回到宿舍, 却惊讶地发现, 又迎来了莱克。 一位少女笑隐隐地站在屋内等着他。 看着熟悉的白色外套和红色围巾的搭配, 以宋觉得, 这大概又是上次那位少女的姐姐。 过来讨回丢失的人偶的。 以宋感叹, 这家有三个女儿, 真是好福气。 少女不知可否, 只是走到屋内, 看起了老是增汽机车上的各种部件。 这姑娘似乎是个铁道迷, 对于火车有关的东西都兴趣满满。 难得有年轻人能理解自己的事业。 以宋心里不即生起一股暖流。 他没有限制少女限制昂然的参观, 还招待他在宿舍吃了饭。 不知不觉间, 时间已经黄昏, 少女还没有走的意思, 而是翻起了以宋以前的相册。 看少女翻到自己女儿的那一夜, 以宋不禁伤感起来。 时至今日, 他也悔恨自己当时的疏忽, 竟然将学子放到了正当封口的问题。 害他着了凉, 更后悔自己当时只是忙于工作, 没有马上送母女去更好的医院, 不然学子就不会死了。 自己在铁路上忙了一辈子, 然而黄武县如今还是要关闭, 自己付出一生的事业即将不复存在, 然而自己依旧无能为力。 不知不觉间, 以宋跟少女说的有些多了, 然而作为一名铁道员, 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基本的职责。 眼看火车即将进站, 赶紧起身出发。 在临走前, 他把少女着凉, 把静止的马甲披在了他的身上。 他让少女在屋里再等等, 等自己回来, 就送他回去。 等以宋踏着风雪回来, 夜已经深了。 然而此时, 以宋的宿舍里却养溢着温暖的气氛。 少女在他出去时做了一大桌菜, 还烧起了火锅。 自从妻子去时候, 以宋已经很久没吃到这样的饭菜了。 吃着佳肴, 喝着烧酒, 这样普通的事物, 让以宋感到了久违的幸福。 在这个时候, 还能享有这样的福分。 以宋感叹, 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遗憾了。 铃声响起, 以宋接起电话, 又是附近人家的拜年。 以宋在谢果之后, 打听去了女孩的事情, 却得知, 附近根本没有哪户人家有三个女儿。 愣住的以宋, 回头看向桌上的女儿借人偶, 再看向那个像自己威慑的少女, 终于明白眼前的女孩, 就是自己当年早已罔顾的女儿。 学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怕自己吓到爸爸, 所以一直没有表明身份。 以宋静静地红了眼眶, 天下哪有会害怕自己子女鬼魂的父母呢? 此时他也明白了学子的用意。 为了弥补, 他没能目睹女儿成长的遗憾。 学子在短时间内, 为自己展现了长大成人的过程, 让他感受到了身为人妇的幸福。 此情此景, 这个一直以来压抑自己感情的铁汉, 也不禁流了泪。 他无言面对学子, 只能被对女儿忏悔。 当年他去世的时候, 自己竟然还在月台上残血。 想到这里, 以宋难受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面对以宋深深的愧疚, 学子轻轻一笑地选择了原谅。 爸爸是铁道员嘛, 没办法的。 以宋回生, 轻轻抱住了学子。 在父亲的怀里, 学子也静悄悄地流下了眼泪。 谢谢你, 爸爸。 等以宋再次回过神来, 学子已经带着人物离开了。 能证明他来过的, 只有眼前还冒着热气的饭菜。 以宋走到工作台前, 写下了自己人生中最后一份工作日志。 今日, 一切正常。 第二天一早, 车上的残血车 发现了以宋倒在风雪中的尸体。 这个为铁路事业奉献一生的铁道员, 最终也在铁路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送别以宋遗体的时候, 小镇的许多人都来了。 尽管黄武县即将停运, 但以宋的贡献跟这条铁路一起, 都已捐刻进了历史。 面对好友的罔顾, 先次没有太悲伤, 或许对于以宋来说, 这就是最好的归宿和结局。 许久没有亲自开火车的先次, 再次披挂上阵, 他要送好友最后一程。 老舅的蒸汽机车 再次发出响亮的鸣叫。 远方的道路不断延伸, 他头也不回地上前十。 铁道员是由将棋抗难之道, 高仓健, 大竹人, 广莫良子主演, 于1999年上映的电影。 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 这部上世纪末的影片, 传递的价值观, 可能显得有些成就, 甚至怪异。 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 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自主择业的就业观念, 对于这种为一个职业, 甘愿以罗斯丁的姿态奉险一生, 甚至放弃家庭幸福的选择, 已经难以理解。 但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 像以松这样默默无闻, 无私奉献的人都曾经大量地存在过。 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心怀责任的普通劳动者, 注尽了我们发展的基石。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高铁, 磁悬浮, 子弹头列车等新时代的产物时, 也该对曾经承担起国家工业基础的老实蒸汽火车报以敬意。 没有历史, 就没有现在。 新的一代, 不必照过去的方式生活。 但当他们受用今天的发展成果时, 也该记住富贝的身影。 这是电影铁道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